临近春节,没想到车票的你也不用感到灰心 毕竟你的名下还有一台电动汽车 是时候开它回家过年了 现如今,开电动汽车回家并非难事 只要提前做好规划准备 知晓上路事宜,预留补救措施 还是可以顺利到家的 做好规划和准备是开电动汽车回家过年的前提 对于电动汽车来说 沿途能否充电相当关键 因此,提前规划路线就显得尤为必要 其目的是为了寻找沿途的充电站 评估此次旅程的可行性 一般来说,长途驾车回家 大概率会选择高速公路 沿途的充电站大多分布于服务区 沿着这个思路 就可以通过统计沿途可充电服务区的数量进行考量 假设你是从广州到厦门 沿途可充电的高速服务区仅为两个 最近的一个服务区距离长达415公里 开电动汽车回家明显存在不小的风险 如果是从上海到渠州 沿途可充电的高速服务区有5个 且间隔约为100公里一个 看起来更具可行性 除了在导航APP上 查询沿途可充电的高速服务区外 也可以利用其他的充电APP作为补充 查询所在地附近的充电站 以备不时之需 此外,你还需要留意天气情况 因为温度会直接影响电动汽车的充电速度和续航表现 需要结合温度情况 对车辆续航进行计算 以搭载70千瓦时电池的蔚来ES6性能板为例 在其官方推出的里程计算器中 外界气温为30摄氏度 且没开空调的前提下 续航里程为430公里 当气温降至0摄氏度 并开启暖分空调的前提下 续航则跌落至293公里 续航仅剩60% 紧接着就是例行的车况检查 即轮胎有无骨包 胎压是否正常 仪表盘有无故障满 电池是否健康 此外,如果你的电动汽车 搭载的不是新国标充电头 则需要备多一个新国标充电连接器 其中,新国标充电连接器 还分为交流电和直流电两款 可结合自身情况进行购买 真的上路的话 开电动汽车回家 跟燃油汽车还是有所不同 这主要体现在 对经济时速的控制和燃料补充上 目前,传统燃油汽车的经济时速 在80到100公里每小时 电动汽车的经济时速 则在60到80公里每小时 这是因为 燃油汽车的发动机的能耗效率 随着转速变化而变化 发动机在低转速时的效率很低 在跑到经济时速时 转速刚好,效率升高 而电机工作效率几乎不受转速影响 能一直维持在80%到90% 还不需要被变速箱损耗部分能量 所以,电动汽车低速很省电 但电动汽车跑高速时 虽然能维持80%到90%的电机效率 但分组随着车速乘平方数增加 车速越高 纯电车需要克服的分组就越大 所以,高速电汉会比低速电汉高很多 因此,开电动汽车跑高速 在不影响其他道路参与者的前提下 把时速控制在60到80公里每小时的经济时速内 能够适当延长车辆续航 燃料补充方面 驾驶电动汽车回家建议遵循少吃多餐的原则 既在路途中尽可能多次补电 不让续航低于100公里 这样,一是为了保护电池 不让电池过放 且电池充电速度最快的区间是在20%到80% 多次充电还能节约不少时间 二是为了降低遭遇极限工况的概率 以上海道渠州为例 途中一共经过五个可充电的高速服务区 其中加西、铜炉、徐州服务区 均为国家电网充电站 可以考虑在这三个服务区内进行电能补充 临近春节 如果充电站车辆较多 希望大家耐心排队 最后,则需要预留补救措施 当你的爱车在高速公路上真的电能耗尽 无法移动时 应该将车辆停放至路边,开启双闪 在车后150米处,放置警示牌 车内人员撤离到护栏外 并及时呼叫拖车或救援服务 如果自身能够预见到电量不足 建议提前将车辆就近停靠至高速服务区 呼叫家电服务补充电能 以上就是关于电动汽车回家所需要的一些知识 不过,哪怕提前规划和准备的相当完善 过年开电动汽车回家 仍旧需要承担不小的风险 并不完善的充电条件 缺乏统一的充电接口和支付方式 变化无常的天气和路面情况等 都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回家体验 或许在未来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电动汽车的普及 开电动汽车长途回家 会是一个实惠且舒适的选择 但在当下,选择这一做法仍需谨慎 熬夜科目期,你的汽车知识说明书 如果有想了解的汽车议题 欢迎关注我们 并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见